这是台北的中华楼 在1990年以前,它是被动联动的中华商店 我以前在中华商店里面出入,就是要吃好料 今天再来出一间,是以前的水煎包 章季水煎包分两种,一种是狗粒菜,一种是菇菜 很多老台北人,尤其是外省的,都很爱吃这间水煎包 由于是老鸡正好现,他现在都在那里,在收担,算钱 到这间店,有三项基本的东西,一定要店 包含烧菜,水煎包,和他的绿豆粥 章季老鸡叫做张孝贤 他搭起的骨菜包,里面的冬粉和米和软 听说要经过三道的中华,才会好吃 这是烧菜区,哇,有很多行 我来这里,我来这里,我去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,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,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,拌一下,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,拌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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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拌一下,拌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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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拌一下 拌一下,拌一下 拌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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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說很多人來這裡都是要找中華商店的滋味 最後還有找中華商店的古早味